台南市的土城出海口船出了交罚翻覆意外 三人开着动力交罚出海去钓鱼 一次是海上风浪太大不胜翻覆 三个人落水 其中一个人幸运获救 两个人不幸溺斃 消防队表示说 台南一名王姓船长和两名友人 下午就申请动力竹筏出海去海钓 在土城的鹿儿门西出海口时 竹筏突然就被海浪给打翻了 消防局获报之后 陆海空联合救援 先是救起了王姓船长 他的生命迹象稳定 而另外两名也陆续在海岸边 以及近海被救起 不过很不幸的 已经不幸溺斃死亡